然後還有個股明細 那我們也可以查說熱門排行 比如說熱門排行的委託單 這是要加值會員才能夠看的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下單 一般會員要等收盤後才可以看結果 可是加值會員在下單的同時 或盤中就可以看當天下單的狀況 我們看到今天買最多的是果泰金 第二是有兩個人買的是遠雄 鴻海 魏王 瑞玉 宏浦 太子 大力光 潤泰拳 核心 網龍 陽華 泰衣 李明 開 旺旺 那放空最多的是東剛 中剛 台灣50 中華 中向 友達 國泰金 鴻海 中光電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可以一目了然看出 今天有哪些人做多什麼股票 做空什麼股票 那其他的功能大家可能就是自己在了解一下 那我們最後就來看這個名次的排行 好 名次的排行我們在這邊點名次排行進來 我們這邊就有歷史從2004年到2009年 每一個月份每一個季度跟每一個年的總排行 那右邊呢就有這個資產累積的這個排行榜 這第一名是關心 第二名是MAKK1102 第三名是70728 這都是我們網上的常盛軍 前面這些都非常的厲害 他從一千萬的資產已經玩到八千萬 六千多萬 五千多萬 四千多萬 三千多萬 這是前一百名的成績 第一百名是一千三百多萬 那我上次之前也有提過 有人就一千萬玩到破產 剩一百萬 剩兩百萬都有 那為什麼有人從一千萬可以玩到七八千萬 有人從一千萬剩下一百萬甚至破產呢 為什麼呢 其實答案都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看看這些網友歷史的交易紀錄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可以玩到八千萬 為什麼他會玩到破產 當然有一些網路上的設計 會造成說你現實上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去看看這些人的想法 跟他操作的邏輯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他會這樣操作 他可以變八千萬 他可以變六千萬 然後有的人會這樣 那這個我們看到下面 就是現在的排行 現在月排行 季排行跟年排行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這上面的這些人的成績 然後看看他目前的持股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些數據 我相信這個網友如果說多觀察 我們聚財股網上面的一些變化的話 也可以在投資上面找到很好的一些標的 或很好的策略 那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們這個 網路上很低廉成本讓你參賽的聚財股王的遊戲 好 那我今天聚財股王就到此 好 那我們節目最後呢 我就提醒一下我們接下來有哪些活動或者是書 我剛剛有提到 一開節目開始我有提到 好 月底會有這個自由人Freeman的這個新書要上市 好 那我再跟各位說 那下個月底呢 是這個COLA 大家也期待很久 網路上也很多人支持他 好 那我們7月11號有一場這個Eva Carey的這個 巨富講座 好 那這很誇張很離譜 那他我們限50個人 好 然後在上週 不曉得上週幾 開放報名 結果不到24小時就 50個人就一下就爆滿了 那據我所知客服那邊還接到很多通 非常多的這個候補的電話 好 那我們也沒辦法 因為第一啊 場地有限 場地已經住了 第二 這個講師就是Eva Carey 他也不希望說有太多人 這樣可能會影響他上他講座的這個品質 好 所以我們就只能限制50個人 也沒有辦法再增加 那有這麼多人在候補 跟這麼多人希望參加 那我們看到網路上還有人說 他原本就要報名 但是想說回去討論一下 是不是找同朋友一起 結果欸 晚上就沒了 那真的是很誇張 那我們想說到時候我們會再 邀請這個Eva Carey 看是不是將來 再幫我們舉辦這個 或拒付這個講座的這個活動 但是他不希望 他不喜歡人 就是他怕影響上課的這個 講座這個品質 所以他不喜歡人太多 那將來如果有相似的 類似的講座呢 我相信人數也不會有太多 開放太多 那有興趣的朋友真的要 每天上聚財網來看看 我們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 那我們七月底呢 還有這個 基金殺手劍拔蠟 也就是這個 王仲林 王大哥 也有這個 投資基金的這個巨付講座 那大家可以密切注意 我們線上報名的時間 那我想 今天呢聚財線上呢 跟大家分享了不少東西 那我們節目齁 就進行到這邊 那下週呢 我們還會邀請到這個 我們即將出版 或者是即將要有這個 講座的這個作家 來到我們這個節目上 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他的投資的一些 心得與經驗 好那聚財線上今天就到此 謝謝大家